啊 有了 至少站起来了有半秒或一秒吧 终于站起来虽然不是很久 对对但是站起来了 但是站起来了 这个视频大家如果想看干货的话呢 可以直接移不到这个地方 今天我是非常有幸能够受到中国冲浪队教练的邀请 这是我在来到美国这几年来 第一次在海边真正的去了解冲浪去实践冲浪 非常感谢你的邀请 Jack非常感谢 beefcake 轰浪界最壮的 厉害厉害厉害 一会呢beefcake来教我来冲一下浪 对好不好 感谢啊 然后这边是阿浩 嗯 也是我们冲浪队的队员 很高兴能见到你们 太难了 那我们一会儿呢 兄弟见 要先涂一点防晒对吗 对 就是像你一样这样涂吗 看个人吗 就全脸是吗 我得全脸 子蓝现在好像对这个皱纹很严重啊 这个叫黄寒糊 对保暖左右 主要是保暖是吗 我看有大小板不一样 属于新手时期用的板 这属于新手时期用的板 跑上手像什么 老手用哪个板呢 老手一般用硬板 那我来个硬板 那我来个硬板 你认为你是谁 不要浪费我 需要猛烈的 Let's go Let's go 现在下海之前呢 我需要让我们的教练来教我一下 我先给你过在冲浪板上的一个位置 想象你自己中间有一条直线 脚尖是在最后面 但也不要太前太后 第二滑水的话就像自由泳 不要在水面上滑 要很就是说吃水的这样去滑水 抓到浪后 齐板的那一套动作 分解动作先第一半月是 第二第三步 然后站起来 站起来之后不要像sumo 不要外开要内扒才能更好控制 如果你外扒你不太这样转不了 身体转不了太多 但你内扒 你可以很舒服的这样往这边转 往这边转 给大家介绍一个知识点 这个防寒服呢 穿的时候要看正反 这个是在前面的 然后这个拉链是在后面的 穿不进去 我来帮忙了 好现在已经算完全穿好了 我看我的GoPro已经setup好了已经 一会我们看一下这个 海里的场景好不好 好凉啊 冲到高刀浪站起来 站起来 Stand up Stand up Yeah 啊 那是半秒 半秒 半秒 我的鼻子都流出来了 你在陆地上学到的一切 在海里都不管用 对 冲浪最sexy的部分 脱掉防寒服 洗身体 Sorry I'm YouTubing Hop we don't mind you on YouTube he's too muscular he's too muscular i can't stand next to him yeah both of them yeah 你们的三个人有点搞惊 你们的三个人有点过分了 有点过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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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有点过分了 你可能很好奇我在喝的是什么 这个呢是浓潭的新出的BCAA能量饮料 而且它是零糖的 它的主要作用呢是可以帮助运动后身体恢复 所以说我在一般运动后呢我都会喝一罐 今天这个冲浪真的非常的爽 虽然说大部分时间呢都在这个海里 但是跟这种大海博弈的感觉 我个人觉得真是很不错的 如果你有条件的话呢可以尝试一下冲浪这个运动 但是我要提醒你一点 第一次去冲浪一定要找一个会的人带你 或者说找一个教练一定要保证安全 好吧那我先去吃个饭 咱们回家之后呢说今天的干货 OK欢迎来到咱们的干货环节 有一个问题呢我重复说到不下一百次了 就是怎么才能知道我每次的训练是有效的 或者通促那样说 我怎么才能知道我每次的训练是否到位 一般有这种问题疑惑的人呢是刚刚接触健身的新手 或者说已经练了时间 但是发现自己的身材没有明显变化的人 那下面呢我就结合下我的所学和我的实际训练经验 来说一下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训练是否到位 这个描述其实听起来是有些笼统的 再具体一点呢其实大部分人想问的是 我如何训练才能对我的肌肉有最大化的刺激 首先澄清一个误区啊 肌肉酸痛它不等于肌肉肥大 因为很多人呢他们把肌肉酸痛和肌肉肥大联系到一起 他们认为当我训练后我的肌肉越酸痛 那我这次训练就越到位 相应的呢我的肌肉就变得越大 其实呢这个是不对的 练完之后不酸不代表你没效果 练完之后你酸的腰病也不代表你练得非常好 很多人有这种错误的联系呢是因为 在刚刚开始接触健身的时候 练完确实浑身非常酸痛 然后有的呢进步也非常的快 比如说我力量增长非常快 或者我肌肉维度增的特别快 那他们就会自然而然的认为 哎我这个肌肉酸痛就是肌肉变大的一种标志 再经过一段时间训练呢 这个酸痛感没有最开始的时候强了 同时发现自己好像没有之前进步那么快了 就更加加深了酸痛大小决定训练效果的印象 肌肉酸痛它包含两个方面 乳酸堆积和延迟性肌肉酸痛俗称DOMS 今天这个视频这话不是重点 咱们就不延伸了啊 如果你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留言告诉我 那可以咱们其他视频再分享一下 关于酸痛出现的原因呢 可以简单的概括中一句话 就是我们给身体实现的负荷 超过了身体目前的承受能力 但是你知道吗 咱们的身体有非常强的适应能力 同样的训练 就是你在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呢 你会发现你的酸痛管会越来越小 可是这并不代表这个训练对你就没有效果 比如我了解那些职业选手啊 他们的训练年纪已经非常久了 但现在呢 他们已经很少能感受到肌肉酸痛 甚至是没有 这就因为他们的身体啊 已经非常适应承受各种负荷了 我自己呢也有这样的情况 我心动训练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 但是现在我每次训练 也不是每次都伴随着肌肉酸痛 但是这并不代表我没有进步 肌肉没有变大 经常看我视频的小伙伴 你会知道我在前两个月的60天下着挑战中 实现了曾经前的同进行 所以说也是有进步的啊 对于这块那种感性的话呢 你可以去搜索这个视频 听完刚才说的明白一点即可 肌肉酸痛是肌肉被刺激生长的一种标志 但并不是唯一的标志 所以说你就不要再把每次训练这个肌肉酸痛 当成唯一追求的目标 有着这样的认识 你也就不会再有纠结 我每次训练这个肌肉酸不酸的问题了 那如何判断自己的训练有没有效果呢 咱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分析 当下和长期 先说当下啊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判断 第一训练的安排和动作 要问自己三个问题 你训练前是否进行了有效热身 因为有效热身呢 可以减少我们训练受伤的几率 提高我们的运动表现 动作姿势本身是否正确 因为只有你的姿势要点对了 才能更有效地刺激到我们的目标肌群 最后你是否控制你的组间休息 一般建议呢 这个组间休息是控制在30到90秒 如果你的休息时间过长 那就会降低我们的训练强度 影响到我们的训练效果 第二个方面 身体的感觉 经过一次有效的训练呢 你的身体应该有些感觉 具体来说 就是你的目标肌群 比如说有些脏感 然后摸起来有点硬 这个程度呢 一心二意 但是这种感觉一定要有 但如果你训练完 你的身体没有任何的感觉 你的目标肌群呢 摸起来是软塌塌的 那就说明啊 你的很大几率 你这个目标肌群 并没有自己到位 或者说你的饮食营养没有跟上 对于我来说呢 虽然说现在 并不是每一次训练后 我都能感受到非常强烈的肌肉酸痛感 但是在每次训练完 我都能感受到 我们目标肌群是非常有感觉的 如果你在训练后 没有这样的感觉呢 你的目标肌群还是软塌塌的 你有80%的概率说明 你刚才问题的三个问题没有做好 那下次训练 一定要把这三个问题过一遍 就可以保证我们的训练质量 说完当下 再说我们的长期啊 虽然说每次训练后 我们的身体感觉很重要 但是最终这个训练有没有效果 它不是单靠一次训练来决定的 而是通过在一定周期内 来观察我们的身体数据变化来判断的 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 第一 定期呢 进行身体成分的检测 也就是体测 我知道啊 就是不同的机器 还有这个环境的影响 它这个体测的这种数据的精确性 是参差不齐的 但是你只要坚持使用同一台机器 然后定期进行测试 这个数据的变化的趋势 是具有参考价值的 比如说你在健身前 先做一次体测 作为参考 然后一到两个月之后呢 我们再做一次体测 看一看里面的肌肉量 脂肪等数据是否有变化 是否达到了自己 减脂或者增进的目标 如果达到了 就说明你目前的训练呢 是对你有效果的 即使你感觉不到酸痛感 第二个方面 定期对比力量变化 力量增长是训练有效果 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那如何来进行定期的力量对比呢 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就是 定期你去记录自己三大项 深蹲硬拉卧推的PR 这个PR呢 也就是你完成一次的最大重量 这样的话 经过周期性的一个对比 你会看到 你在这个三大项里面的力量 有没有增长 第三个方面 定期记录自己的训练负荷 小长期中 一个训练原则就是 Progressive Overload 渐进式增加负荷 虽然这个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却非常的实用 判断自己的训练是否有效 那就要定期检查自己的负荷 是否在增长 也就是训练容量 训练容量等于 重量乘以组数乘以次数 一次训练它 所有动作的容量加起来 就是训练总容量 所以要定期对比自己的 训练总容量负荷变化 如果你的总容量负荷 再一直增加 那就说明这个训练 对你来说是有效的 我之前在视频中 有详细的介绍过 容量法则训练 感兴趣的小伙伴呢 可以在我主页搜索这个视频 当时我还特意让鲁哥 做了一份非常详细的 容量训练表格 总容量负荷的增加呢 它并不是唯一 刺激我们肌肉生长的方法 在同样的训练容量下 你采取不同的方法 进行训练 同样可以达到 刺激肌肉生长的目的 比如说血液阻断训练 慢速离心训练 普罗米兽斯强化训练等方式 这里呢它就涉及到 机械张力和代谢压力的内容 那这个视频呢 咱们就不过多延伸了 对于新手来说 在训练经验和知识储备 比较匮乏的情况下 能做好看咱们说的三个方面 已经能给你带来非常大的进步了 打好基础循序渐进 所以说大家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呢 就不要只去关注 我们训练和技术酸痛的问题了 因为我的目标不就是一个身材的变化吗 只要在长期来看 我们的身材有变化了 达到自己的目标了 那不就可以了吗 最后呢马上就要到双十一了 那我们的建筑师线上课程 也做了一次现实优惠活动 你只要在北京时间 11月9号到11月11号之间 去关注公众号建筑师 就可以领取一张无门卡 全部课程通用的99元课程优惠卷 希望你能跟着课程练得越来越好 变得越来越大 下个视频你想看什么内容 可以在下面评论区告诉我 如果你觉得今天内容对你有帮助 不要忘记点赞和留言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知道我最近的更新频率有点慢 我之后呢 会慢慢把我更新频率提上来的 好吧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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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